大家好,我是宣問,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幾個字?騰訊支持何在? 先談談大市的形勢 今天市跌得真是慘烈 低開後,全日反覆向下 曾經跌到26,500點 幸好美市稍稍有吸納 跌幅稍稍收窄 全日跌493點 收26,571點 成交791億 市跌又受到本地經濟股的跌 主要拖累,包括收容器地產 跌2.4%,跌穿50天線 有幫,今天跌3%開外 拖累市,今天跌493點 接近500點的跌幅 今天又跌了 其實不覺不覺 四個交易之間跌1500點 各位計算,當日27,900點 大家以為28,900點 隨手可得 怎料不可以 反而不斷跌下來 今天走勢 恆生指數仍然差勁 看到已經跌50天線 加上紅色鑽咀 前浪底的支持 以至可以視之為密集區底部的支持 都一度失手 好在美市,就要彈上去 未至於收於旗下 但跌穿過的走勢 都是弱的 整個恆生指數的走勢 看上去是一般的 加上更加重要的 收市後公佈業績的騰訊 即是出來的業績 都令大家有些失望 因為出來第三季的盈利 倒退了13% 只有200億人民幣 比市場預期235億 即是有明顯的分別 即是信預期 騰訊以往信預期信得這麼多 都不是十分多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是升預期 現在不單止是信預期 而且仍是盈利倒退 令大家失望在所難免 根據初步的消息 為何會信預期 和廣告收入有關係 期內受到中國經濟疲軟 增長率一直下降 到現在6%左右 令到第三季的網上廣告收入 明顯減少了 成為今次業績 比市場預期為差的重要原因 而且市場人士業績後 普遍都對騰訊的看法 就覺得是一般的 一方面剛才提及到收入差 另一方面都擔心政策風險 擔心中國現在限制年輕人 使用網友手遊的時間 會對騰訊這類股份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現在一出之後 已經有大行說 大家要重新看看 對這些以手遊為主的公司 當然包括騰訊 還有其他 以手遊為主業的公司 它的情況要大家重新考慮 現在有大行更加說 會重新將騰訊的手遊業務 以至網上廣告業務 將它重新看法 覺得結構性出現低增長 估計不是一次過的情況 估計陸續出來的業績 起碼一段時間都會出現低增長 在這情況下 騰訊股價相信會疲軟 明天會下視低位 大家都會好奇或是關心 騰訊如果明天因著 業績比預期差的時候 估計會跌到甚麼位置才有支持 怎樣提及幾個字 騰訊有甚麼支持 抵支持何在 現在初步看 這就是騰訊的走勢圖 今天出現了甚麼 就是出現一個烏雲蓋頂 高開之後 一支大的陰竹加小腳 和之前的陽竹出現了烏雲蓋頂的走勢 五十天線都穿埋 而且烏雲蓋頂在三角形頂部之前出現 顯示三角形頂部沽壓不少 而且這三角形頂部仍是近次平底的三角形 平底三角形已經顯示偏向淡一點 即使三角形是一個代變的形態 但平底代變得偏淡 所以現在配合業績出來的利淡因素 偏淡形態可能會令騰訊的股價進一步向下考驗支持 第一個支持是甚麼 就是三角形的底部 大家要留意著 當然三角形底部穿了 更加重要是甚麼 就是綠色箭咀指著這點 這就是三角形底部的重要低位 如果穿起來 就確認三角形突破了 三角形底部的支持是312元左右 大家要留意著這位置 如果穿了就拍攝頭尺 因為再穿的話 三角形的量度跌幅也不少 這就是三十多四十元左右 當然你還要支持在300元的心理關口 以至前浪底支持是297元 這位置也有支持 未至於完成整個三角形的量度跌幅才跌完 但無論如何 第一個支持是312元 如果穿了就拍攝頭尺 可能要試297至300元 大家留意著 騰訊是一般的 要向下試 恆生指數本身又弱 看法短線向下可能性仍偏大 看到短線向下會測試甚麼位置 重要支持位置就是這個 這個綠色箭咀指著 這個其中一個 另一個就是上升軌 上升軌支持 當然沒有前浪底支持那麼重要 前浪底支持25500點左右 當然現在這個是其中的預測 但幸好外圍的情況未至於太差 美股仍在高位裏面徘徊 這個高位還是歷史高位 還未顯示一個很明顯的走淡的情況 上升指數初步都有支持 之前提及的支持是28891點 這個支持仍然守得住 走勢說不上很明顯 但未至於恆生指數那麼弱 所以這個情況下 估計迫近這條上升軌 以至前浪底支持 相信這些應該有些承接 因著一來跌了很多 短期內以來 外圍形勢不至於太差 只是香港自己的局勢比較糟糕 今天出了很多壞消息 令大家都非常擔心 又停學 大學又說提前結束學期 又說有內地爭撤走 很多壞消息 正局的壞消息 加上升指數 技術走勢弱 還有古王騰訊 可能要向下考驗低位 可能升指數 短線就應該要繼續向下 支持 剛才說了 25500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守得到 時間關係分析大致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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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